昨天國際氣候改變的專家小組發表了一個最新的報告 其中最重要的一件是提出 現在在大氣之中的溫室氣體是在20萬年來最高的一次 換句話說,在我們人類進化的過程之中,是未曾遇過這麼高的溫室氣體在大氣之中 這引致什麼呢?當然引致嚴重的氣候變化 這件事大家已經看到了 從新聞上聽到,很多時候的巨風越來越厲害 這跟海洋溫度上升有直接關係 因為海水溫度高了的話,蒸發的水蒸氣多了 颱風是由水蒸氣推動的 所以越多水蒸氣,它的能量越大 因此破壞性也越大 第二件事,如果氣候繼續上升的話 在現在陸上的冰塊,主要是克林斯蘭或者各個高山上的那些 就會溶解,那些冰塊溶解之後就會視到海水水位上升 而海水平均溫度上升也會引致水位上升,這就是熱膨脹 兩個加起來,我們會看到城市之間的水位上升 一般來說,我們的城市見在海邊或者河流邊 離開的水面只是幾米 當水位上升的話,很容易水會掩蓋城市 這個情況有時會出現的,就是在打風時 打風時,因為風硬附近的氣壓低 所以就會將附近的海水抽上來 這個叫做Storm Search 封鎖造成的上升 在美國紐約已經試過一次,有一個大風大過來 好像叫做Sandy's 然後使得整個美國的Mahanton區的地鐵全部浸 因為Storm Search 比防武體高 所以海水進入城市,這是必然現象 第三波浪生影響了農作物 在地上的溫度上升,即是地上的溫度會改變 於是農作物的適應就會被改變 亦會影響了食物鏈 所以現在已經有足夠證明到 人類因為燃燒的Fossil Fields而引至 所以一定要盡快脫離化石原料 轉換成河生源 大家幫幫忙,一起盡快減少石油產品 煤產品、天然氣產品 轉換成再生能 拜拜 拜拜 謝謝 好